殿堂级的少男杀手 各路渣男 在他面前就是个弟弟 他就是日本的木岛家苗 他一年几乎同时交往超过30名男性 并且捞钱一亿 杀害三名男友逃过警方的追捕 同时包养小白脸 参加各种考试顺利结业 这期间 还保证了十几个不同身份的博客 定期更新2000条 这真的把我惊到了 时间管理不存在的 他就是时间的主人 光是更新2000条博客 这就足以让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按理说 只有漂亮的女人 才能同时交往这么多男人 然而凡事总有例外 比如木岛家苗 她身高一米乌体重73公斤 双下巴大饼脸 水桶腰 皮肤粗糙 就是这个又胖又丑的中年女人 却让男人心甘情愿地送钱 送车送房子 最后把命都送出去了 她的优势不是美貌 不是身材 更不是有钱 据说 她在某些方面相当有技巧 可以让男人神魂颠倒 主动给她打钱 这反常识的故事情节 比电影和八点档 更让人血脉膨胀 她难道是被这几十个男人下了谷吗 被判死刑的她 在监狱里还结了三次婚 还有人为她奔走找关系 希望她可以被无罪释放 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其不由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 木岛家苗的故事 2009年9月 日本齐玉县警方 接手调查了一起不同寻常的命案 一名男师 在停车场的轿车内 被发现 他死于一氧化碳中毒在尸体旁 还有个碳炉这名死者 叫大警守良知41岁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 警方初步判断属于自杀 让警方疑惑的是 为什么自杀现场 没有死者的车钥匙 自杀证据链不足 那就不一定是自杀 随后警方又调查了 死者自杀的动机 她的朋友告诉警方 大警守良知 不可能自杀 因为她在死前的20小时 还在博客里 兴奋地公布了自己的婚讯 她要结婚了 而且事发当天晚上 她已经准备要去见未婚妻的家人 然后再和新娘去旅行 甚至还买好了礼物和点心 此外 警方在死者的血液里 检测到了安眠药的成分 警方顺藤摸瓜 发现了 和死者即将结婚的 就是这个木岛家苗 最后 经过详细的调查 才发现 车钥匙是她拿的 人是她杀的 钱也被她捞走 最让人震惊的 还不是这个 警方发现 她用同样的手法 连杀了三人就在同年的医院 一名53岁的公司职员 被发现死于东京的家中 5月一名80岁的老人 也同样死于家中 这三人的死因 都是一氧化碳中毒 而且体内都检测出了 相同的安眠药成分 并且在死前 都给木岛家苗 转账了巨额资金 通过调查 木岛家苗 曾经让自己的医师 给自己开安眠药的处方 而安眠药的成分 恰巧与死者体内 检测出来的相同 警察在搜查她家的时候 发现了许多与死者 案发现场一样的探路 于是警方立即逮捕了 这名叫木岛家苗的女子 并以谋杀三名男子 骗取现金为由 幸福感报彭新甘情院的 把钱交给她 而且听闻木岛家苗 在某些方面 计数了得三位受害者死的时候 嘴一脚都挂着一丝微笑 那么这个木岛家苗 到底是何方神圣吗 木岛家苗1975年 生于日本北海道 一个富裕的家庭家中 四个孩子木岛家苗是长女 她的父母 对子女管教非常严格 所有的孩子 每周都要跟母亲学习乐器 和古典音乐 虽然从小肥胖颜值又不高 被同学们嘲笑为恐龙 但木岛家苗的成绩 初三那年也许是想 脱离这个小镇 想要看看 外面的世界她 偷了家中300万日元的存款 这让木岛家苗 与家中父母的关系 急剧破裂 后来她独自一人 去了东京打工 然后来到东京后 木岛家苗发现 需要自己解决生活费 实在太困难了 为了生存 她去了一家约会俱乐部 进行登记 就这样木岛家苗 一边在东京打工 一边以特别服务 赢个男人的金钱援助 她对自己约会的名义 卖身是这么形容的 这不是卖身 而是在情投意合的前提下 与男人发生关系 并接受对方金钱援助的行为 顶级扎女所要摒弃的道德感 和羞耻心 她统统都摒弃了 而据她自诉 她卖身期间 人气非常高 每次带她出去的价格 都在十万日元以上这份工作 也让她更加善于揣测 男人的心理 对分析男人的需求 是 信手拈来 在前来的如此容易的情况下 木岛家苗的人格 已经严重扭曲 她非常渴望靠男人报复 在2001年 她骗娶了一个68岁的男人 共集6500万日元 在她34岁那年 她开始实施 靠男人报复的周密计划 她通过征婚网站 把自己包装成不缺钱 擅长厨艺会谈情的白富美 经常晒自己做的美食 花费大笔钱财 去高档餐厅消费打卡 很快她把自己打造成热门人物 成为了各大婚恋网站的网红 接下来她就选取那些 为了结婚找对象 没有谈过恋爱社交能力差的 大龄可婚男 就这样这个肥瘦难看的女人 在短短三年间 周旋在几十个男人身边 榨取脸才异多 看过木岛家苗照片的人 都难以置信 这些男人 都被这么丑的女人 偏使眼睛瞎了吗 原因就是她特别擅长 揣摩男人的心理 而且一开始就暴露自己的目的 我很丑很想结婚 想找个人共度余生 当对方要求看照片时木岛 家苗会说自己不擅长打扮 更注重内在美 虽然长相一般 但做饭好吃 今儿她会主动提出见面 见面回家后 她会立刻发邮件 称赞对方的闪光点 并表示已经深深爱上了对方 在跟前面提到的 第三位受害人见面后 木岛家苗就立刻写了一封信 信的内容 大概是感谢您今天来与我见面 很抱歉我的容貌 可能并不是你理想的样子 但是在见到帅气潇洒的大景先生 您的温柔谈吐 给了我深刻印象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 大景先生 是这样一位风趣优雅的绅士 我想和大景先生深入地交流一下 大景先生说自己近十年来 没有女朋友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难道大景先生没有欲望吗 如果现在突然有了女朋友 大景先生 可以接受吗 是的就是这样一封 对男性充满意美之词 并且夹杂着大量暗示的信件 让男人的自尊心 受到强烈的满足 再受到男人回信的木岛家苗 会顺势而上 将话题上升到新高度接下来 她会要求同居 曾经报名国际烹饪课程的她 每天都做出各种 可口的菜品 用实力演绎 要抓住男人的心 就先抓住男人的位于是 那些没有经历过恋爱的宅男 很快就上钩了 觉得可以和他共度余生 然后他就在男人身上 狠狠地骗钱他 非常会给男人提供情绪价值 他不光要让你开心 要让你兴奋 让你沮丧 让你哭 这就像是 做饭要有足够的调料 我们都喜欢吃甜的 也喜欢吃辣的 但是如果都走极端的话 没人能下眼 相貌平平的 他声音温柔行为 体贴 跟男方认识后 就毫不迟疑地各种赞美和鼓励 他很能分得清 崇拜与产妹的区别 甚至会把丈夫 成为王子 总之让那些平时不被看好的 有些自卑的男性 在余生的时间里 都感受到无尽的温柔和爱意 而他从来没有 和这些人结婚的想法 他的目标坚定 始终如一 这就是一个扎女的自我修养 克制理性 冷静很辣 即便是在法庭上 他也坚信自己和男性 是双方自愿的 说这些男人之所以会死 主要是因为 他要分手 而导致他们想不开 而检方控诉他诈骗 他也坚称 是两厢情愿 由于他本人始终否认罪行 并且没有现场目击者 等直接证词 因此 法院在审理此案时 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旁证 裁决过程也相当艰难 最终通过一些间接证据 比如木岛家苗 曾经购买同一类型的安眠药 与炭炉 在三名受害人遇害之前 木岛家苗都曾与他们约会 并从他们那里 获得了高额金钱等证据 后来两次庭审 他都被判处了死刑 而在监禁这段时间里 他又搞出了很多事情来 他又开了一个博客记录自己 在监狱的生活 然后靠着写博客 在狱中结了三次婚 而且第二人 还是前去采访他的记者 那位记者说 即便他死了 也不后悔跟他结婚 不仅如此 还有很多人为他呼吁 希望他可以被无罪释放 但最终他被确认执行死刑 关于他的讨论民间 也从未停止木岛家苗 也被媒体称为黑寡妇 各路渣男渣女 在木岛家苗面前 都是忠看不忠用的直老虎 一切不尽如人意的外在条件 他都有办法跨越克服他 才是当之无愧的无冕之王 不要外貌 不要身材 不要钱 仅仅是靠钻研男性心理 洞察男人的需求 就能精准打击百战百胜 面对男人 他始终没有失败过 只是毁在自己无穷无尽的欲望上 木岛家苗的存在 暴露的恰恰是那些缺乏情感经验 并且极少被人们看好的 宅男们情感的困境 其实我们在生活中 不仅是男性 女性也一样 常常因为缺乏恋爱经验 但是又特别渴望理解和悲哀 一旦遇上一个 特别懂你又体贴入微的人 我们很难不身陷其中 金庸说过千万不要相信女人 越漂亮的女人越会骗人 然而事实证明 只要懂人性仇女 也能迷倒众生 你们觉得呢 好了 关于木岛家苗的故事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